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必要的讯息 只保留最相关的特征 例如浅层神经元 负责侦测简单的特征 像是线条 轮廓等等 深层神经元 则会进一步侦测 人眼不容易辨识的细节跟特征 层层综合起来 辨识正确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我们现在使用这些深度学习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人做的事情只有决定我们需要多少个neuron 也就是我们需要多少个小的function 但是到底每一个function做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人决定的 那是机器自己决定的 因为效能突出 深度学习被吸称为黑魔法 但是它黑箱式的作业方式 让科学家始终摸不清它的内部结构跟工作程序 尽管深度学习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却已经让人脸辨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脸辨识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 机器要能侦测出镜头前有人脸 再来 要能确认这是一张真的脸 这个阶段叫做活体辨识 活体技术里面其中一项是用红外线的方式 那红外线它最主要是打出这个所谓的光谱 透过你的光谱的反射 你的鼻头的反射跟你耳朵的反射 其实反射的距离跟这个反应回去的能量就不同 它就可以很快地辨别出说 这是一个立体的构面出来 随着人脸辨识技术不断成熟 落地应用越来越普及 刷脸走天下的新时代 逐渐在我们眼前展开 像我们在演唱会有会员制的情况下 它可以利用人脸辨识杜绝黄牛票的情形 而且我们也在白冰的度假村 运用人脸辨识你的脸就是一卡通 进入度假村以后 可以运用你的脸部辨识使用所有的设备 台湾在2018年已经进入了高龄社会 预计在2026年 我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20% 人口老化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就是劳动力缺乏 当社会趋势的劳动力下降 科技技术的成熟度高 这一个爆发点就会到达那个临界点 而大量普遍的应用AI以及辨识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